söyk 泰平 在嫌疑 抓到了暗瓣 穿瓣 所以кої法的世界 坐到泰平 擅長的是三條火峰 只要擅長的 穿著客家 傳統客家聚落 太平橋的日本時代名貴社民的貴 之後橋太平和山旁運送的物資 太平和山旁的經過20橋 那橋的法徒是很高的 是三年差的高的法徒 但是那些橋也有歷史的意義 你要聯絡 那太平和山旁的 太平和山旁的感情是20橋 其實你所說的橋呢 因為房子那麼小 長得那麼高 就像路人的飼肥 我上説說的 有種的滷味 繳下去房子 就長去那裡橋 非常地窄 我記得小小的時間 做房材的時間 旁邊的田圖都打開了 但是你如果橋很輕窄 太水下去的時候 就像同水一樣蓬蓋了 非常地堅固 那邊水清窗 小小的時節唱到路面 還要唱到下坡 在日本的時節 和唱到日本 因為我來掌門 這個橋 對於太平和山旁村的存民 非常如鋼琴 在那時代變遷 希望自自順順 能夠保留 按好橋來反映 鮮豔的知肥 勤苦 大兵 這種的精神 要求 要堅持百年歷史 逢發再現